哈喽大家好 收视反超爱的迫降 评分飙到9.4 这部新韩剧 我一口气刷到了凌晨 最近又多了一部豆瓣九分家 堪称王炸的作品 棒球大联盟 评分从开始画的8点多 一路飙升到了9.4 全网好评一遍 前两集就太精彩了 完全是电影的节奏啊 虽然不懂棒球规则 但还是看得停不下来 应该是本季最佳 棒球场上的职场政治太有趣了 同时在韩国的最新收视排名中 他也拿下了17% 超越了热度很高的爱的迫降 妥妥的成为了冬日剧黑马 虽然棒球大联盟这剧名乍一看 很容易让人以为又是一部俗套的体育运动剧 然而他讲述的并不是赛场上的正面作战 而是赛场下的种种较量与黑幕 棒球大联盟这部剧 除了对棒球门外汉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科普剧之外 职场部分堪称一绝 南公民饰演的白胜秀团长 在职场上升级打怪的故事 也能够为所有职场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教学 BTW南公民一年一部爆款的指标 又一次轻松地达成 国内外演员都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 为什么他总是可以 这部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品质都极其优秀 不只是白胜秀一个人的战斗 而是梦想对所有人的逆袭 从演员方面来看 全恩斌饰演的女主李世音 同样职场力Max 和他做同事你不用担心会被拖后腿 热爱梦想对 保持头脑清醒 分得清是与非 关键时刻还能爆发 这样的女同事遇到了真是三生有幸啊 最后还有两个很有趣的方面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是聚集的细心程度简直令人感动 梦想对本来就是一支虚拟的球队 但巨方完完全全将他按照一支 现实存在的球队一样在打造 实地布景的赛场 连球场 休息室 办公室这些不用说了 网友们竟然在四处都发现了吉祥舞 饭桶羊的身影 因为梦想队实在是太垃圾了 饭桶本桶 所以吉祥舞也叫小饭桶 可惜SBS并不售卖 不然肯定一抢而空了 实在是太可爱了 这个饭桶羊 以及白胜秀团长 每次吃饭前都要拍照 是要发给妈妈 让妈妈看到自己 每天都有在好好的吃一日三餐 有好好照顾自己 内心实在是太柔软了 我们的白团长 去年年初 男公民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大热剧 《囚犯医生》里 扮演了一正一邪的男主角罗一仔 年底又迎来了这部平分逆天的 棒球大联盟 挑剧本能力堪称一流 男书这次饰演的是 球队长白胜秀 还是保持住了以往的沉稳和有计谋 但凡他带过的队伍 无一例外都从曾经的排名垫底 一路冲到了榜首位置 领导能力超群 这次他又有了新的挑战 负责带队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棒球队 梦想队 这个队伍成绩很烂 烂到万年联赛排名倒数第一 烂到比赛中途 就当着摄影机的面打起了裙架 烂到失望的球迷破口大骂 队员却跟没事人似的嬉皮笑脸 烂到就算输了比赛 也能在休息室里相互开玩笑 毫无战败的羞愧与难过 显然这是一支习惯于失败的球队 可偏偏有人看上了这支毫无前景的球队 主动申请要当球队的团长 这便是男书饰演的男主角白胜秀 掐子一算 男主接手了万年垫底的球队 接下来应该要上演体育竞技的热血逆袭史了吧 然而 棒球大联盟并没有落入熟套 给观众带来了二次反转 聚集前几集并没有酣畅淋漓的比赛 有的是棒球界里各式各样玉术与手段 白胜秀仿佛就是为了揭开这些黑幕而来的 刚进公司时 白胜秀看似不了解梦想队的内部情况 但实则已经把教练们的派系斗争 明星选手的耍大牌行为 调查得一清二楚 两个派系的教练分别邀请他晚上聚餐 他先去了首席教练那 把派系斗争的事情直接戳破 又去了头首教练那 直接表明态度 内斗可以继续 但别搞没用的 用成绩说话 并且 主教练不能换 就是那个夹在两个派系中的 瘦七八主教练 不仅不换 而且直接签三年 接下来 令人想不到的是 白胜秀要换掉梦想队里的明星选手 任东奎 要知道 任东奎不仅是球队里本类打数量最多的球员 在联盟内击球率也是位居所有球员之首 即便梦想队每年都能拿到倒数第一 但任东奎每年还会拿到最佳球员奖 甚至还是梦想队的粉丝经济支柱 所有人都不理解白胜秀的这个决策 任东奎更是气愤到直接砸车威胁白胜秀 号召记者粉丝玩舆论战 还找到了小混混 把白胜秀很K一顿 结果白胜秀不仅没有屈服 还召开会议 用一系列数据事实说明 换掉任东奎的原因 官宣用任东奎给梦想队换来了实力更强的球员 江斗基 是团队不得不服从他的决定 看来这位初来乍到的团长做事十分果断 是要将球员里的毒瘤连根拔起 然而白胜秀要改革的可远不止这一些 球队里面各部门推卸责任 宣传组组长怪球员不争气 营销组组长觉得都是没钱闹的 还有球探受贿 新球员受欺负等问题 接连浮现摆在白胜秀面前的是 腐朽职场生态的一系列问题 而更令人诧异的是 就连球队的常务也一心想着让球队解散 而在后续的剧情来看 他也不过是个巨大阴谋下的一枚棋子 梦想队重组奋战的背后也尽是韩国体育界的黑暗 说到底 一支球队就是一个职场 更是一个小型社会 垫底多年的球员 无意继续投钱的社团 心怀鬼胎的常务 无所事事的社长 还有团队各个行政组 运营组以及各位成员 这形形色色的人 各种各样的大组织 小团体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社会缩影 白胜秀这个人物看上去不近人情 不苟言笑 为资本家办事 砸干选手的价值 实际上他的行动充满温暖 关心也总是不动声色 面对常务年度减薪30%的无理要求 白团长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改变了球员评估的KPI标准设定 让这个新的规则更公正客观 有说服力 其次 抓住每个人不同的内心痛点 并阻止了不良居心经纪人的轨迹 在不确定的环境及条件的变化下 力求达到球员的最佳匹配 也包括财力 人力以及尽力降低团队的负面信息 换句话说 遵守一定的规则 追求组织的最大利益与结果 减少各方面的冲突与矛盾 及时做出策略与行动 往往是一个个体 一个团队极为核心的工作 无疑 这也是影射我们职场里 可能存在的人生白态 其实 棒球大联盟要告诉我们的 是职场的再一次破局 除了拥有强大的心理与勇气之外 还更需要的是专业的实力与持续努力 对于职业中潜藏的危机 与不可预知的风险 可以让现实拥有改变 永远是充足的准备 与实打实的行动 希望剧情能够持续高能 因为韩剧烂尾总是触不及防 但龚南明挑选剧本的眼光 还是蛮好的 保持信心 继续追剧吧